为了防控疫情 即时筛检和隔离治疗 是全球公认的最佳方案 但是我国在这方面相对不足 医生就认为应该让民众在家自行检测 因为相对便宜的试剂盒 可以让检测更加的普及 找出隐形患者 尤其可以让低收入的阶层和高风险行业 频繁的检测来保护自己 不过采样的过程当中 这个采样的方式不正确 也可能会出现伪因性 结果演变成了潜在的传染源头 筛检范围越大 越快找到潜在新冠病患 阻断传播链是基本常识 可是本地筛检率一直被认为 不够广也不够多 要填补漏洞 就得靠民众自主筛检 这时候国外已经采用一段时间的 在家检测套组 或许就是答案 民众自行检测 不只有助于减轻化验室的压力 和群聚风险 相对要低的价格 将可以增加检测的可触及性 及时发现隐形患者 尤其是方便 一般上工作内容被视为关键服务 又无法居家作业的低收入群体 费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会看到很多B40群体 以及很多的外籍劳工 他们没有办法支付这笔费用 因为你去一个诊所的话 80块你要做一次检测 其实对他们来说相当庞大的 有些甚至到150块 所以假如你能够有这个 Home Test Kit的话 就是你让政府让这个 药房或者是诊所 去出售这个Home Test Kit 并且制定它一个顶价 所以马来西亚的话 可能我们可以制定一个顶价 大概20到30零级左右 这个价位是比较负担的 是比较 人们比较负担的起的 比方说一些高风险的行业 它必须要定期的检测 所以对这批人来说 他其实他如果是说每个星期 自我检测一次 他就不需要去医院检测 不过最重要是 他自我检测过后 他那个成绩必须要 有一个机制马上上报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检测的成绩 直接输入这个MySechatra里面 这样我们这个行动方面 就有一些规范 即使方便和便宜 但居家自行检测 也面对不少限制 家庭医生吴亦品认为 民众可以每隔一段时间 抑或外坡公干回家后检测 让自己安心 可是他和卫生部前副部长 李文才医生都认同 如果民众出现症状 抑或是确诊病患 密切接触者之类的高风险感染群 就应该到医疗机构或化验室 进行准确度更高的检验 李文才也强调 居家检测不能取代 密切接触者追踪系统 而检验的准确度取决于样本 如果自行采样方法不对 将有另一层风险 我们是担心这种滥用的情况 可能带给检测者一个错误的信息 比如说如果是说我家人有受到感染 可能我去做自我检测 自我检测过后 如果我觉得自我检测是阴性 我认为我没有受到感染 我自由活动 这个也可能带来另外一个扩大的感染群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自我检测的准确性 是低过这个传统的这个PCR test 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得保护他人 要做到这点 政府受处制定完善的机制 从居家自行采样的环境 到如何正确使用和丢弃不同类型的检测组 都得做好宣导 毕竟住家不是受控的医疗环境 例如在采样时 就得在空旷和空气流通的地方 假如你本身是确诊者 你自己不知道 可是你要做这个检测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照着对的SOP去做 然后你身边有其他人 那么你在做这个检测 你很有可能会把病毒传给其他人 因为毕竟假如你在做这个检测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会散播出这个气溶胶 所以这个气溶胶 就是唾液飞沫之类的 就很容易导致其他人一起受感染 你检测了样本之后 你们要怎么样去丢掉 因为你随便丢弃的话 很有可能在处理的那一个人 就是在收取垃圾的那一个人 也可能会被你感染到 医学界早就警告 我们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 全球大瘟疫以后 可能会过渡到地方流行病的阶段 无异品补充 未来的生活 无论是工作或社交场合 不断出示健康证明 或许成为新常态 居家自行检测 无法拥有官方或权威机构开发的证明 也成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八度空间张奥斌 万达镇报导 很老teil 至少 只是一种新冠病毒 从人抹去